歡迎收看《萬間新聞》 我是陳嘉欣 今晚的主要新聞報告 你又是基督 我送十字架給你 就開始在我的腳裏面打釘了 民主黨成員林子健聲稱 昨天被人擄走 虐待和迷魂 懷疑要阻止他接觸樓下 從安組接手調查 外圍和本地經濟氣氛改善 政府調高全年經濟增長的預測 歐洲流出含殺蟲藥的雞蛋 香港是唯一有入口的非歐洲地方 特區政府說除了早前發現 一些荷蘭蛋有問題 暫時未有新發現 美國一項氣象研究顯示 去年的溫度排放的 溫室氣體和水平面都是歷來最高 詳細的新聞內容 民主黨成員林子健報稱 昨天被人擄走、嘔打和迷魂 他懷疑是內地當局所為 想阻止他接觸劉曉波的遺傷留下 警方重案組接手調查 警務處處長盧偉聰說 林子健的指控十分嚴重 強調不容許任何香港以外的部門 在香港執法 但他認為工作不需要過早落判斷 我們先看看林子健的說法 林子健在報警之前在民主黨的記者會展示傷勢 包括兩條大腿 多個呈十字的傷痕 林子健說被人用釘書機打了二十多口釘 腹部也有傷痕 林子健說幾天前才收到 之前已經認識自稱是國安的男人電話 要求他不要按照計劃 將球星美斯簽名相 送給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遺傷留下 否則後果自負 到星期四下午四點多 林子健到油麻地 波蘭街一間波衫店買東西 之後在街上被兩個件石膏大戴口罩 說普通話的人 強行拉上客貨車 毆打和迷幻 我上了車之後有跟他掙扎 我說甚麼事 你做甚麼事 我開始喊了 那有個人來打打打我的暈症 那我這裡其實 我自己看是有點痛的 聞完之後的反應就是暈了 他說後來被人打醒 發現自己被蒙眼 手腳被綁 躺在地上 庫也被除了 他聽到閒聲相信自己的香膠 毆打他的人問他認不認識留下 夾閘著很多北方的粗口 我說我不認識 那他問我為甚麼有這麼多事 他很深刻的 你不知知都痛嗎 你懂不懂得上 你也是驚徒 我送十字架給你 就開始在我的腳裏面打釘了 我那時候是很痛的 我叫出來的 他說之後再被整醒 醒來的時候已經是凌晨 發現自己在西貢一個沙灘 之後他坐的士回家 對於脫身之後 為甚麼不立即報警 林子健解釋因為很累 太緊張和不冷靜 所以先回家 然後再聯絡民主黨其他人 他說事件不涉及私人恩怨 他說叫我不要報警 他說這是國家的事情 你報警也沒用 他說國語那種的 就是我認為的那種方式 民主黨前主席何俊仁對事件感到驚訝 民主黨前主席何俊仁對事件感到驚訝 說手法粗暴 但是不能夠肯定對方的動機 就算送給樓下 都不是那麼大件事 現在大家知道劉曉波都過身 但是我想對中國政府的壓力 不是大到這樣 林子健之後在民主黨成員陪同之下 到瑪麗醫院驗傷並且報警 Mosilens記者陳少豪報道 警務處處長盧偉聰說很重視事件 已經跟劉醫的林子健六口供全力追查 但他說市民不需要各種妄下判斷 而警方就去到油麻地調查 包括看過閉路電視片段 消息說暫時未見到有可疑人 西九龍重案組探員下午到油麻地一帶 調查林子健報稱被禁錮、嘔打的事件 他們先去到林子健報稱事發之前 買足球用品的店舖去了解 據了解店員確認林子健的說法 他遇襲之前去過那間店舖 探員查問沿路的店舖 和回看閉路電視的片段 消息說看到事發的時候 林子健在附近出現 但見不到有可疑的人 警方稍後會根據林子健的口供 由當日他離開家裡開始 至到報警前逐點調查 會循非法禁錮、刑事恐嚇 和襲擊製造成身體傷害的方向處理 警務處處長盧偉聰說 林子健的指控十分嚴重 警方高度關注 我們是不會容許 香港以外的任何執法部門 在香港做執法工作 如果有他們都是違法 我們會全力調查去追究 但我們都要呼籲市民 預示一定要立即報警 因為如果你早點報案 我們追查案件和偵破案件的機會 會大很多 盧偉聰在晚上出席一個活動的時候 再被問到事件 他說已經和在醫院留醫的 林子健陸口供 他重新會全力追查 但認為公眾無需過早妄下判斷 無線電視記者來噴龍報導 轉看看其他消息 政府說外圍和本地的經濟 有理想進展 第二季經濟按年增長3.8% 並且在上條 全年的經濟增長預測一個百分點 由原本的2%至3% 調高度3%至4% 至於全年